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阮文安 相信大家知道阮文安是甚麼人 他就騙騙騙騙 道過他一生 當然他現在44歲 還未去得 原先他只不過是恩星一名 但是大家知道他是士賭成勝 欠債累累 更加被揭發曾經乾犯 偷懾、罪嫁和違反限聚令 人格早就已經蕩然無存 而且他在黑暴期間靠販賣 暢暴宣毒出位 搖身一變成為一班暴徒的手足 還有號稱為所謂的黃絲男神 但是他又利用這些壓力的光環 考納明目、搞眾籌 食盡黃營的所謂紅色饅頭 食紅色饅頭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是自肥 難道幫你這幫黃人嗎? 阮文安把口真的不收 今天藉著香港的一名警長 在泰國意外身亡 他在社交平台重思顧忌 嘲笑警員傷亡 煽動仇警 看回本身毫無誠信可言的 他周身皆掃 而且阮文安 其實從來未出現在抗爭現場 今次這件事 我們只是覺得非常難過 他竟然借這件事 去繼續宣揚他那些無恥的理論 還有其實之前我們都知道 他是賣咖啡 而且左癡右癡 靠這些所謂黃絲的光環 去令到他翻身 而且更加虛構學生妹 賣餅 而且還有很多人相信 這些沒有天理的行為 對於阮文安來說 絕對是見怪不怪 最終他終於被捕入罪 讓我們一起去看看 他以前曾經做過什麼 壞事 最為人熟悉的一單 當然是假眾籌 當時的案情指 黑暴A小妹妹 是阮文安和他老婆 張以文合作虛構出來的人物 阮文安聲稱 在網上出售曲奇 是由A小妹妹親手製作 但實際上是 張以文構置葡萄的淘寶 半製成品 再以朱古力寫上 所謂的香港人家有字樣 加工包裝 為了收到更多的捐款 阮文安和張以文 更加用他扣仔 黃天皓的帳戶收款 並且自製A小妹妹 曲奇二賣愛心箱 來收錢 張以文更加偽造了一封 A小妹妹的背影照片 和聲稱是他手書的感謝信 被阮文安放在他的社交帳戶裡 增加騙財劇本的可信性 警方在調查洗黑錢罪行中 發現有1012,500元 由阮文安轉帳到他個人的馬會賬戶 作為賭博的資本 另外阮文安被指在2021年到2022年之間 在社交網站發文 涉及鼓吹仇警 嘲笑警員死相 奏罵法官 和唱出違法的光時口號的歌曲 案情指阮文安多次在他社交帳戶 發布具有煽動性陳述的帖文 包括指警隊女高級督察 臨婉儀的死訊 是所謂值得慶祝的好消息 又說有退休警員在交通意外中身亡 是報應 煽動他人為總裁判官蘇惟德 因為心臟病入院而慶祝 散播對行政長官的無理憎恨 和宣讓港獨信息等等 之後兩項控罪 洗黑錢加煽動罪 被判囚26個月 這個真是值得 和我覺得應該再判重些 在去年出獄之後 阮文安亦動作多多 賣盤菜 賣大光面 又搞所謂的網上音樂會 繼續靠王脫水 阮文安他的賭勝不改 有網民在社交平台上貼出一張 指阮文安在馬會投注站買球的照片 有連登的網民 夜遇都說 這條死X樣子真是死性不改 難賭成勝 又誰捐錢給他賭呢 窮心未盡 賭心又起 買場球都五千元 多麼富貴呀 2024年5月 在社交平台 阮文安還自爆自己 已經走老去了英國 不過他還口著臉皮 說會繼續籌錢 叫手足 每月課金五千多元 就可以幫所謂的小朋友 有網民留言 都罵阮文安作故事 還想在這裡騙錢 CAP完水就走老 開皮床繼續給他CAP 不懂英文 沒學歷 沒技能 除了騙騙騙騙去英國 和自殺 沒什麼分別 想開Patreon 找食 就過煮啦 阮文安 他的賊性 真是不改 為了賊存在感 繼續可以騙黃人 CAP水 說一些沒有人性的說話 看來 國安處 又要做事了 我相信阮文安 這一刻都不敢回香港 不知道大家覺得是不是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